禅院之门后 宋真宗赵恒为什么要给宰相王诞送礼行贿 禅院之门后的某一天 宰相王诞从御赐酒宴上回到家中 他迫不及待地打开皇帝赏赐的酒壶 顿时颓然跌坐一旁 嘴里不用喃喃自语 李文静真圣人也 一壶酒怎么会让大宰相失魂落魄成这样 李文静又是谁 王诞为什么说他是圣人呢 酒壶里不是夺命震酒 而是装了满满一壶的珠宝 怪不得宋真宗一脸神秘盯着王诞回家再打开 可是皇帝赏赐那是多有面的事啊 王诞怎么跟丢了魂一样 这壶珠宝可不干净 它是宋真宗用来堵王诞嘴巴的贿赂品啊